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在家製作滑滑的豆腐花 我们会用电饭煲来做个容器 制作的时间只需要10分钟 完成之后等待30分钟 就可以有滑滑的豆腐花吃了 如果喜欢冻食的朋友 我们可以将豆腐花攒冻 然后冲进冰箱 就可以有冻食的豆腐花了 我们只需要4种材料 就可以做到滑滑的豆腐花了 我们需要熟石糕粉、鹰粟粉、红糖、豆浆 鹰粟粉、红糖和豆浆 都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得到 而熟石糕粉 就可以在药材店 或者一些大型的雜货店 或者蛋糕店都可以买得到 买的时候可以同职员讲 是用来做豆腐花 那它就会给你合适的粉 你只需要买10元 就已经做到好几次的豆腐花 在制作之前 我们可以准备好熟石糕粉1茶匙 鹰粟粉2茶匙 豆浆1升 红糖2茶匙 我们可以在超级市场买一支药莫一升的无糖豆浆 如果你喜欢甜食 亦可以买正常甜度的豆浆 我们把豆浆倒进一个锅里 留2汤匙 是待会被用的 然后开火 开火只需要开小火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将豆浆煮沸 我们只需要将它温热就可以了 直到边边起白泡 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关火了 我们不需要煮熟 也不需要大煮 只需要到边边开始起白泡 它的温度就足够了 然后我们将刚才备用的2汤匙豆浆倒入碗里 然后慢慢将熟石糕粉1茶匙和鹰粟粉2茶匙 都倒入碗里面 用匙间慢慢把它们搅匀 接着下来 我们需要用到电饭煲 我们按着电饭煲 保温的按钮 然后将步骤2的混合物 倒进去电饭煲里面 再将步骤1 已经暖和了的豆浆 从高处撞进去电饭煲里面 用匙间不走浮在表面的气泡 淋散盖之前 我们可以放入一张厨房纸 这样可以吸走一些将会滴进去 豆腐花表面的水 那就不会弄花那个豆腐花的表面了 接着我们继续给电饭煲保温 静待30分钟 30分钟 热热热的滑滑豆腐花就可以吃得了 如果你喜欢冻食的话 也可以将豆腐花 拔出来 放凉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冻食都是很好吃的 最后我们可以按自己的需要 加入适量的红糖 让它甜甜的 好吃一点 事不宜迟 现在我们就请Yenny和我们介绍 如何制作滑滑豆腐花 去片 大家好,我是Yenny和Cindy 今天我们要制作中文鱼餅 首先让我展示材料 我们会用豆浆一升 一瓶刚好就是一升 会用粟粉 和石膏粉 这些石膏粉是熟石膏粉 可以在药材店里买得到 另外,做好豆腐花之后 我们就会用红糖 放在表面里吃 会更好吃 今天我们会用电饭煲 去做 可以用keep warm的功能 首先我们就把毛糖豆浆 刚好一支一升 我们先开盖 然后搖匀 然后倒入 记住留下最后大概2匙斤 的豆浆 用来烤粟粉和石膏粉 留下少许做功夫 其他一些我们就先浴热 留下少许做功夫 待会用来烤粟粉和石膏粉 可以烤热少许做功夫 留下不需要太大火 小火 就将它慢慢地软和一点 不需要煮滚 如果怕它会瓶了一块块 我们就可以在不同时 搅拌一下 是不需要煮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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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煮滚的 是不需要煮滚的 有些气泡 是不需要煮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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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也可以煮滚的 煮滚的 代表它差不多沸騰了 我們就可以關火 可以在這裡熱一會被溶 我們繼續去處理其他的物品 現在我們是要 放入這個碗 還要拿一個匙巾 然後放入這個碗裡拌均勻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了 欣欣請你幫我把這個開蓋 是剛才剩下的豆漿 把全部都倒進碗裡 對 因為我們要開了那些粉 所以我們要剩下一點豆漿來開粉 麻煩 然後我們先拿著瓶子 我們就要放一匙巾的石膏粉 這些石膏粉 我們可以在藥材店買得到 或者在一些蛋糕店 就可以買得到 它通常會這樣包著 我們小心點拿 好 在裡面拿一匙巾 這些是石膏粉 熟石膏粉 要告訴他 我們是用來做這個豆腐花的 就可以了 好 麻煩 把銀酒放進去 剩下的可以留下一次用的 不需要浪費 好 然後我們就拿粟粉 粟粉 本身有匙巾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拿兩匙巾 給我自己 好 兩匙巾 你還要拿這匙巾 你還要拿這匙巾 我會拿這匙巾 可以嗎 好 不用太多了 出了 好 來啦 好 就這樣 好 不要掉下去 好 繼續 拿其他 好 好了 好 放下之前 好 接著我們還要用 先把它拌均勻 先拌均勻 麻煩 我們可以輕手 慢慢弄 我們是會用電飯煲來做的 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會開了Keep warm 鍵 然後呢 我們就要把那個 預熱了 剛才我們已經把 一匙巾的石膏粉 和兩匙巾的粟粉 用豆漿 就去打開了 你看到現在這個 開了 我們呢 就把它倒進去 那個飯煲裡 我們試一下 看看成不成功 另外我們剛才已經煮熱了 我們的豆漿 是不是 也是要進去的 是啦 那要留意 我們這次要 高空地撞下去 所以呢 就要高一點點的位置 我斜斜地 好了 高一點點的位置 撞完之後就不要動 那個飯煲的肉 好 準備 好似一個 水 但是是 拉的水 你會看到呢 它會有些泡 但是不要緊 它的泡 慢慢 就會滅了 那你可以呢 如果你很擔心 你可以 你不要攪拌它 你可以 小小 輕手 去一點點泡 不過不要緊 就算它 你不處理它 那一陣子 那些泡 都會滅了 那麼 最重要的步驟 在這裡 我們呢 就在淋 生蓋之前 就要加一張 我們就要預備一張廚房紙 我們就要預備一張廚房紙 這張廚房紙很有用的 我們將它在蓋面那裡 慢慢關掉 這個蓋子 這個紙可以避免它 稍後倒汗水 我們現在就不要動 那個電飯煲 讓它保持著溫度 保持熱 保持熱 就是半小時了 我們現在看看 這次成不成功呢 一打開 好了 看看 都挺滑溜的 好了 豆腐花已經拔出來了 我們加上一些紅糖 就可以吃了 哇 看看多漂亮 好像在街上買回來 一樣漂亮 滑滑豆腐花 是不是很容易做呢 你也快點試試做吧